大家好 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上周三股市大涨之后 我本来预计周四是会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这个星期已经涨的差不多了 也该适当的回调一点 第二星期四早上是公布jobless claim 就是尋求失业救助的人数统计 每周一次 肯定数字是好看不了 第三就是因为是复活节的缘故 所以星期四已经是这个星期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综合这三点原因 我觉得它会跌 虽然跌多少 不敢肯定 睡前和早上起来看期值也确实是跌了 结果吃个早饭的功夫又涨回来了 一看新闻标题 原来是美联储在搞鬼 美联储又要印2.3个trillion 就是2.3万亿来刺激 这回主要是救助中小企业 就提供中小企业贷款 还有各级市政municipal bond 也可以给他们提供贷款 所以股市就又涨了 而且涨到什么结果呢 就是美股上星期竟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涨幅 你说夸张不夸张 其实美联储选择在公布失业率的这同一个早上 公布自己要印2.3个万亿的QE 就是印2.3万亿的钱 地球上有一个人觉得这是巧合吗 应该没有吧 所以对于美股 我忽然觉得是不是从此不用再分析了 什么基本面 技术面 经济 失业率 根本就没关系了 买就行了 不买就坐等自己的钱贬值呗 买了反正不会跌了 美联储只要看到美股跌就印钱 一印就是几万亿 那你能搞得过它吗 当然了 这个有一点气话 一会咱们再详细说这美股的问题 大家千万别听到这儿就得出一个结论 说钱姐说的买就行了 然后就关电脑了 先说说美联储QE的问题吧 美联储最先是从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 开始试验QE的策略的 所以当时看来是一个新工具了 08年次债危机之前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 只有870个Billion 大家看是什么量级 对了顺便说一下 大家知道为什么一说QE 就要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吗 因为它印出来的钱 是用来买这些各种债券 最早是买Treasure 就是国债 还有MBS ABS 就是Asset Backed Security 后来比如说现在 它开始买各种其他 比如市政的债券 Corporate Bond 就买的东西是范围越来越广了 所以它在资产负债表上资产会累计的增加 一说到QE印钱就会说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那回过来 08年以后 准确的说是到2015年的时候 已经升到了这个资产已经升到4.5 4.6个万亿 就是危机以前5倍的样子 印了这么多钱 当时这个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 就有很多专家学者 是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因为就怕引起通货膨胀嘛 我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印这么多钱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货币引起通货膨胀 当时美联储给出的说法是 经济一旦恢复了 可以Stand on its own 就是不需要扶持了 美联储就会淡出这个QE的操作 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 Balance Sheet Normalization 就是资产负债表正常化 其实就是把它QE的时候买来的大批资产 再逐渐的卖回到市场 就是卸载 给资产负债表卸载 他们后来卸载了嘛 到了17年才开始卸载 并没有卸回到以前的状态 17年卸载之后 大概是从4.5 4.6个万亿 就咱们刚才说15年达到一个最高值 回到了3.78个万亿 基本还是次债危机以前4倍多的样子 而且后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 18年第四季度的时候 股市发生了一个小回调 美联储又开始加大马力印钱 而且把原来19年要升息的计划 也改成了连续降息 到去年9月的时候 这个都已经非常最近的事了 去年9月因为隔夜拆解 这个短期利率暴涨 又引发新的一轮大规模的回购 所以在疫情出现之前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从来就没有正常化回来 再加上现在这个疫情的打击 截止到3月底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资产 已经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5万亿 然后再加上这两天新增的这2.3万亿 现在已经有7.6万亿了 之前是5.3万亿 现在加2.3 现在已经有7.6万亿 而且据专家分析华尔街也好 还有各方其他的经济学家 预计今年年底之前 大概率事件会达到9 甚至10万亿 10万亿什么概念呢 咱们说几个reference吧 说几个参考值 美国的GDP一年在20万亿左右 为什么说这么粗糙的一个 一个是看你说的是哪年 另外也是看它不同的计算方法会稍微有些出入 咱们就说一个大概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大概是12到14万亿 也是看你说的是哪一年 日本作为第三大经济体 每年的GDP是在4到5万亿之间 所以美联储今年一年 如果真的是到年底之前 加到10万亿的话 就能印出一个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 再换一个参考 咱们说标普500 截止到2019年12月31号 标普500上面的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 加在一起 才27 8个万亿 不同的算法会有些出入 所以跌30%的话 27 8个万亿的30% 差不多就是8万亿吧 美联储一印就能印出5万亿来 干脆就跌多少印多少好了 照我说 那印了这么多钱 这10年来啊 史上最牛的这个大牛市 10年来基本上这个QE 可以说就没怎么停啊 只是短暂的停了 也就是减弱了 那么一个季度也好 两个季度也好 印了这么多钱 有没有发生大家都担心的通货膨胀呢 据经济学家说没有 08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率 大家可以看啊 一直在比较正常又和谐的范围内 甚至是有点太低了 就是应该是能把它控制在一个2%是比较好的 但是你看很多年份 据这个统计来看是不到2% 为什么我要说据经济学家说没有通货膨胀率呢 因为作为一个过去10年都生活在美国的人 而且我正好是十多年前开始上班 从这个节点开始了我自己当家之柴米贵的生活 所以我是一个很注意物价的人 买东西很看价钱的 我真的觉得物价涨的挺多的 也许是因为算CPI的这篮子产品 有一些电子产品 或者一些其他 我作为一个个人不太买的东西 这些东西越来越便宜 所以我的感觉肯定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 单个来看肯定都是有误差的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比如说电子的科技产品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可以不去买最新最高清的70寸彩电 你不能不去买柴米油盐啊 我记得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 我要请客 因为搬家请当时认识的十来号朋友 来家里头吃涮火锅 去超市才买了50多块钱的吃的菜啊 肉啊 当时一个购物车都推满了 我一个女生都快有点要推不动了 然后结账的时候结了半天 现在随便去超市买点菜肉 淡奶加酸奶 我还不说什么海鲜 龙虾 就得100多 那现在美联储又印了这么多钱啊 今年一年就要印超过5万亿 按他们的预计 会不会之后会出现这个疯狂的通货膨胀呢 据经济学家预测近期是不会的 这点其实我是同意的 很符合生活常识 因为最近比如说半年 甚至是一年啊 没有人买东西 还有就是即使全面开放了 大家也因为失业的失业 钱包紧了 这个消费能力降低 所以根据供求关系的调整啊 这个物价会有所降低 所以反而可能会发生通货紧缩 但是一旦经济恢复了 就是在一到两年之内吧 大家又开始消费了 用钱了 那现在印出了这些钱 全部流入到市场当中 就肯定会出现通货膨胀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肯定的 不管你是不是去查数据 还是就是老百姓生活买东西 肯定是能感觉得到 那怎么办呢 咱们说美联储 当然那个时候 它可以再采取升息的政策 因为现在利息这么低 它可以以这个升息为工具 来抑制通货膨胀 但是它会不会这么做 现在谁也不好说 因为一旦升息就有刺破股市泡沫的危险 那谁也不愿意在自己手里面接盘 来接这个烂摊子 肯定是一棒一棒的传下去 所以它会不会升息 只要不是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它会不会就任由着通货膨胀 超过正常的2% 3% 这个谁现在也不好说 那作为普通老百姓 唉怎么办呢 有人说买黄金 我觉得可以 但是为了兑付通货膨胀的话 买黄金还不如买房子 为什么呢 第一 黄金不好找低点 房子过几个月 也许会出现一个低点 注意我说的是 也许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城市受冲击不一样 每一个地段也不好一概而论 如果能找到一个低点的话 房子是很好的对冲通货膨胀的投资 因为房价和租金 都会随着通货膨胀水涨船高 所以如果你对自己周边的地区 学区比较熟悉的话 可以考虑用房子来对抗通货膨胀 第二就是买房可以低息上杠杆 因为我买房一般都是要贷款 很少有人作为投资去全款买 买黄金 那难道你要用margin买吗 对不对 那大家说股票呢 所以咱们现在翻回来说说这个美股 说说这个股票的问题 说实话 我现在说到美股啊 真的是用什么形容词呢 五味杂陈 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 我一直是不炒A股的 你们说让我讲A股 我为什么没怎么讲过呢 因为我没有第一手经验 所以我也不想贸然讲 因为我觉得A股水太深了 经常不按经济规律办事 但是现在美股就按经济规律办事了吗 就像刚才说的 大家都知道美股已经是虚胖了 虚胖这个词还是疫情到来之前 我做了一期 就是对2020年的预期 有网友在留言区 当时就有网友就说美股已经虚胖了 我前两天还看见一篇文章 就说现在这个股票 你要是分析它的PE Ratio They are as expensive as they were before the virus 他们和疫情到来之前是一样贵的 为什么呢 虽然价格降了 但是PE Ratio的分子是价格 分母可是E 是Earnings Earnings也降了呀 所以现在你就看谁降的多 这个price前些天降30% 35的时候也就罢了 现在又涨回来20% 你说现在这个price降的有够狠吗 跟Virus以前股票是一样贵 所以现在美联储把这个泡泡越吹越大 所有人都弥足深陷 美联储这样印钱 让我感觉完全就是在作弊的节奏 你在认真分析棋局的时候 对方忽然把棋盘翻了 你正要打通关的时候 对方忽然把你网线拔了 就这么一个感觉 说实话 我可能不应该这么激动 这个美联储也确实早就说了 我自己的视频里都出现了 他们说了要do whatever it takes 就不管是需要用什么手段 他们都会做的 早就宣布了要尽一切力量救市 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吃惊 我知道肯定又有网友说 还理财博主呢 还每天都观察实时动态 怎么连这个都想不到 我可能是不一定是想不到 而是不太愿意去相信这个事情 就这样不愿意面对现实 如果真的是这样 美联储就这样没有底线的印钱的话 那美股短时间之内不会跌了 有什么事印钱就完了 那个自由的市场 看科技进步买股票 看经济状况 分析公司盈利 分析公司财报 现金流PE Ratio的时代 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 08年到今年 这样一个大牛市 长达11年的 史上罕见的大牛市 美联储都没有资产负债表正常化 没有加息 还什么时候可以 而且现在全球的政府都这么做 全球的央行都这样放水 都进入一个负利率的时代 谁也不愿意捅破这个泡泡 引起股市大跌 反正就像刚才说的 一任一任的传承下去 不在自己手里出问题就行了 你管它最后会有一个多大的问题 反正30年以后 20年以后出现什么问题 现在这一任 任期到了 早就不care了 更加不会care老百姓通货膨胀 什么退休的问题 所以节目做到这儿 我觉得我有必要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吧 现在美股的走向呢 是两种力量的角逐 我前两天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 在下面留言区发现一个网友 他总结的特别好 之前啊 很多期咱们说这段时间以来分析美股的走向 说自己的观点也好 说高盛其他的分析师华尔街的观点 都是基于经济基本面的啊 包括失业率啊 疫情的管一点啊 什么时候复工啊 3月份的时候 美股大跌是有很大恐慌的因素 但是呢 也是基于对这个基本面的预期占主导力量 但是从3月23号开始到4月份以来 基本上是一个上扬的这么一个状况 似乎是政府和美联储救市的政策 开始在市场起的作用占上风了 所以你说我还有包括那些 其他跟我观点相同的这些专家也好 是没想到美联储救市的政策吗 也不是 可能是没想到它来的这么快 力度这么大吧 所以咱们这一期来一个开放式结尾吧 如果我现在问你啊 就过去已经发生的事 咱们不说了 就说往前看 下周一开盘 你敢买入吗 好 今天这期节目就做到这 喜欢的网友 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判断 还是那句话 不管你看这期视频身在何处 都希望你能健康平安 希望咱们全球能早日摆脱疫情的阴影 恢复正常的生活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